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黑龙江美丽的卡尔滨 现在我来到卡尔滨火车站 这也是东北第七最大的欧式火车站 我们环视一周啊 看一下卡尔滨的城市建设 高楼林立非常的繁华 火车站对面就是卡尔滨的市中心啊 在高楼的环抱之中 有一个城中村 这个城中村的小礼馆小饭店 竹艺店多鲁牛毛 现在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卡尔滨火车站城中村小礼馆的住宿情况 我们看一下卡尔滨火车站的住宿 贵不贵?消费高不高? 火车站周边的酒店非常多 但酒店太贵了 卡尔滨火车站 卡尔滨是一个旅游城市啊 消费在东北地区还是有点高的 卡尔滨火车站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人流量非常的大 卡尔滨火车站南北广场虽然是相通的 但它不准你过呀 从南广场到北广场 要到对面那个高架桥 从那边闹过去 相当麻烦了 如果你提行李箱的话 上那个高架桥还不好上 卡尔滨火车站的人流量非常的大 这边是公共卫生间啊 这边还有卡尔滨的特产 红肠 火车站还有白美食摊的煎饼果汁 好冷面 土豆丝卷饼 这边是一个大酒店呢 火车站的酒店都比较贵 如果你从卡尔滨的南广场 到卡尔滨火车站的北广场 要上这个高架桥 把行李提上去 再从这边走 直接闹到北广场那边去 提行李非常的吃力啊 这么高 这边就提行李下来的 是从北广场过来的 这条胡同 全都是各式各样的美食 小宾馆 这条胡同离火车站非常的近 这边的住宿还稍微有一点贵 火车站 火车站附近的饭店 性价比不是很高 现在是卡尔滨的旅游旺季啊 这种小宾馆带卫生间的最便宜都要60 卡尔滨这边流行烧好 还有浴池 小离馆的价格要便宜一点 小离馆最便宜要30块钱 不带洗澡的 不能洗澡的 这条胡同小离馆 小饭店的 竹衣店的特别多 这个里面一点小离馆便宜一点 也是暗藏玄机 30块钱的小离馆都是没有窗 起不了澡 就是那种小黑屋了 这一条街都是小离馆小饭店 浴池理店多如牛毛 如果你是在卡尔滨站倒车 或者是转车 要求不高的话 住这种小离馆 住一晚上还是可以的 但你如果要说像我这样要住个三五天的话 就会很崩溃了 因为这种小离馆基本上没有隔音的 这边是卡铁招待所 地下室啊 卡尔滨的地下室旅馆特别多 像这种廉价的小离馆你也别奢求有什么好的条件 这边的小离馆也是地下室 地下室比较潮湿 这种快捷宾馆就要贵一点 这边一条小胡同也全部都是小离馆 这边是一条地下快速通道 车流量非常的大呀 这两边全是小宾馆小离馆 价格都比较便宜 但噪音都比较大 这边很多小宾馆都是地下室 如果你要住耗窗的 噪音比较大 这边的宾馆也不便宜啊 刚才我和那上面的标价都是七八十的 最便宜的是二十 但你去问他会告诉你是中点房 看一下这个价位还挺贵的 这一家是地下室 外面就是高楼大厦了 喀尔滨的市中心 这些廉价的小旅馆也确实给外来的打工人群 提供了落脚地 一般打工人群都没什么钱 也住不起好的酒店 竹疗按摩也是多如牛毛 这个里面也有招待所旅店 这里面的房子很有年代感 这些老房子都是红毡的上面还有烟囱 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的房子 这一条胡同也全是小宾馆 相信每一个外出打工的打工一株 都有过住小宾馆 小宾馆的记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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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